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美国今天迎来中期选举 那民主党和共和党谁能掌握参众两院 很快就会有答案 原来竞选期间虚假信息满天飞 不但动摇了选民对选举制度的信心 BBC的一篇评论中更提到 这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当中 出现了历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中国因素 评论指出中国因素被普遍用作攻击对手的策略 而加州呈现了一场关键战场 就是运用中国牌吸引选民的点青例子 中国话题将会影响着 华裔民主党候选人陈介飞 与韩裔的现任共和党议员朴银珠之间的角逐战 美国媒体近来也连接的披露 一些涉嫌来自中国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 频频针对美国热点话题传播虚假信息 单单是这两天 华尔街日报就接连发文 表示跟中国有关的网络水军 正在试图对原本已经纷乱的美国政治添油加醋 尝试影响舆论和民意 并形容中国是美国选举的麻烦制造者 另外根据美联社报导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密盟友 餐饮业大亨普黎格金 被指控资助俄罗斯的网军 操弄美国大选的信息 他在美国选举前夕首次公开承认 他的确曾经干预美国选举 而且未来还会继续下去 其实今年7月 美国国务卿曾经悬赏高达1000万美元 希望可以获得有关普黎格金干预美国选举的证据 对于普黎格金的言论 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也作出了回应 针对俄罗斯商人普黎格金 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夕承认 他过去曾干预美国选举 并表示未来也不会停手 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在记者会上直言 美国对普黎格金的言论并不感到惊讶 因为众所周知 普黎格金已经不是第一次试图影响世界各地的选举 不管怎样 美国今天将在暴力阴门下迎来中期选举 各个州属的投票站也已经准备就绪 有的已经开始接受选民提早投票 部分民众以得来诉的方式把选票投进箱子 履行公民义务 眼前这名男子受访时坦诚 自己会把手中的一票投给共和党 以解决美国当下面对的社会经济问题 不少分析指出 共和党很有可能在这次的选举中脱颖而出 面对共和党的挑战 领导民主党的美国总统拜登 昨晚回到白宫时向媒体指出 他对这次选举投票结果表示乐观 但他不否认这会是一场应战